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吃多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吃多了就感觉就没有那么甜了 酒开了之后可以把里面的汤给挤出来 还有一个绿色的 里面是诺诺的可以挤出来的这种 还是在里面有点沾手 就不要蹭到手上了 然后是这个蒟蒻果冻 这种果冻里面是这样的小包 包装的 这个直接挤出来吃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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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我不清楚什么牌子 他们有一个白香果 那个白香果味着特别好吃 但是那个牌子 其他味道就不好吃了 就是那种后天的感觉 白香果的很好吃 我不清楚那是什么牌子 但是上品析一搜 应该就能搜到 然后是这个 龙门家做的 欧片 他们家这个欧片 我买了好多好多次 变得饭我没吃过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黑牙味 特好吃 这个安和买的话 一盒二十袋 我撒开了吃一次能吃十袋 我一开始吃它的时候 一直以为里面有笋 后来看那个配料表说是没有笋 没有笋的这么这么脆的呀 就是有那种小片片这里面 可能是边角料 这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兔豆片 挺好吃的 还有这种面里太脆 冰冰冰冰的那种土豆 然后就会变咸了 但是它很香 就是吃完了之后 嘴里还会流那种香香的感觉 然后是这个脆上升的薯条 这个薯条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味道还有很多种 就是想吃很多味的 不用纠结今天开那一袋 全都吃就可以了 它这个是铺满了很多粉粉的那种 土豆条 老脆了老好吃了 后下的话可以买一些这种薯条 后下吞着 但是如果自己吃的话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拼敌 这就是催生生汗要拼敌 感觉味道很相似 但是比催生汗差了一点点的便宜 八块钱一大袋 那一大袋我能吃个半个月 这个我可能忍不住一天开一包 两包三包四包就没了 最后就是这个 彩虹汤 按条买不要按根买 这个根我家楼下找事 买一块乎一根 这一条是应该是三十多根吧 我忘了 因为我买来的时候 闲着没事 出不出不 已经快没了 我买了两条准备录视频的 结果视频没录一条已经没有了 是在哪哪来这一集走出来了 就说拿这么一条出去 谁家小孩不跟你屁股后边走啊 这个上面是酸粉 如果你一整条吃的话 就是那种混合水果味 你还可以把它 就是一个味一个味撕下来这么吃 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我一开始是给它看一层脚这么吃的 然后我就感觉有点 酸酸的 为什么我要了个橘子出来 后来发现它一条一条死着吃 真的好吃 我一吃这个就有点清不下来 还有一个优先 一定是让它吃取来 如果我感觉很温宜 我感觉很安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